有些人就比较不懂这些 他们就直接把它卖超级cheap 但是他们不知道 就比如说他们直接放在它的Melo价格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价格 他们可以接更多的 就卖更多钱 你看就比如说这个 虽然你看它是1.15jillion 最高的卖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其实本来它直接卖2billion ok 就是有人会出高价买 那你刚才 刚才你说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当时呢买了一个 反正我有两个这个exclusive 然后exclusive要花robux买 robux要花真钱买 但是呢我没有花真钱买 我是看别人拿真钱买了它 然后又上去卖它 卖 对 那你用什么买 我用这个游戏里面的钱 这个答应了 我一堆东西加起来 也就大概50billion 啊 因为我有两个这个 你还要跟他聊吗 在这 我不用跟他聊 我直接给他放上那些东西 他当时觉得 哎 好值啊 他可能算数不是太行 然后呢 他就看我放一些exclusive 然后但是那些exclusive都不是太购的啊 你是在交易所里给他换了一个圈着里面啊 就比如说假如你点这个tray 啊 随便选一个吧 啊 这个吧 ok 如果他同意了的话 那我应该就可以了 大家算得太ignore了 反正你就可以trade others 啊 所以呢 嗯 我就随便send一些这些random people ok 对 啊 那怎么交易啊 他们就直接放这些pets跟我交易 但是呢 有一些怎么就喜欢放这些垃圾pets 你看这些pets都是超级垃圾的那种 啊 所以就decline了 cancel了 啊 我太大了 谁都不行 那你你怎么怎么赚这个里边的 钱 啊 嗯 来我给你看一下吧 就是 你现在有多少 我现在有30几别连 但是呢 我之前本来有90别连的 但是 after i trade this golden huge hell rock 他们加起来就有100多别连 所以我花 本来只有我本来只有91别连 然后我买了一堆东西 以后我又给他去的这个高轮油车了 结果加起来呢 就大概有100 billion多了 哦你就赚了10个billion 对多赚了10 billion 但是这些装备还没卖掉是吧 我大部分的装备都卖掉了 就除了一些我不知道随便的态度 啊 我们可以这样就比如说 我给你丛林来一遍 嗯 我现在不是有37个billion吗 那我就可稍微放3.5 million 这是在跟一个人 交易 交易 对 OK 我放东西 看他拿什么跟我交易 好烂 你看这个还不worth 这个一边有多 哦 那你刚才跟那个人交易是交易什么了 刚才 我当时跟他交易呢 嗯 就是这样的 我拿两个exclusive 还有一些random pets 啊 两个exclusive 加上就是exclusive pets 吧 对 就是这些 啊 这些不值钱的 对 这些不是他值钱 但是 还是可以卖一些钱的 啊 比如说这个很难抽 这个有点难抽 就卖这么多 啊 简单一点 这个更简单 嗯 然后这些 huge pet 就可以卖很多 因为呢 这些huge pet这么多 很溜很牛逼 啊 然后呢 越南抽到的钱就越高 然后这个是titanic titanic 你可以卖到trillion 嗯 然后当时候你交易是怎么交易啊 跟他 就提示的 然后他就居然把他好东西拿出来 给你换了 对 他不懂吗 不知道 反正他就挺傻的 你就把他割了韭菜了 对 拿你的山寨币换了别人的主流币了 对 OK 那你这个 这些 玩这个游戏是花钱没有花钱 我玩这个游戏 充值没有 充过多少 哦 大概 那现在还充吗 现在不咋充呢 那你怎么赚钱 你知道咋赚钱了 我知道 我发现了有点密码 怎么怎么密码 就是你看嘛 嗯 三十五地零吧 我先穿着 OK 所以 you can see I only have two billion now 然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充零 只要你给我 大概十五分钟 要么半个小时 嗯 我就能把这个两 billion 变成五 billion 或者十 billion 是吗 对呀 你怎么玩的 呃 你的财富是怎么增值的 简单讲讲 爸爸一直搞不定 你天天玩这个 玩啥呢 OK 我给你简单讲讲 我先把好pets都放了 呗 免得I got hacked 所以你看嘛 我首先找 这些很good的 很worthy的pets 嗯 就是 yeah 很值钱 而且又卖的很便宜的pets 有些傻子 也很便宜 有些韭菜 啊对 就就不知道 他自己拿的东西值钱 对 就觉得 怎么样的这个 哎 真值 但是 他拿的是 这个主流的 好的 高级的 对 但是他不知道 他只觉得 他拿这个trash 哦 他不懂 他手上的东西 那他有 有的是 有的装备 是他花钱买的 是吧 嗯 但是他也在这里 就给你拿分 寄分换了 是吧 嗯 你就不用花钱了 太多了 嗯 这是一个什么市场吗 一逛的这个一个一个的 这个就是 那些huge pet 就比如说假如你想要买一个 huge吧 假如我想要买huge pet 我就在我就写个huge 然后呢 嗯 我就在里面挑一个我想要买的 嗯 然后呢 但是如果我没钱的话 我肯定买不了 嗯 反正呢 我就随便挑一个吧 嗯 因为这些卖fute pet的server 就很有钱 嗯 嗯 就是这里的 就是这里的人 都很有钱 嗯 他们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就比如说拿那些 买了你卖一 billion 一多billion的东西嗯 直接卖一 billion直接出售 而最是而最便宜的exclusive egg 也要比一billion多 嗯 所以呢 如果你找到这些人 一billion的exclusive egg的话 那就 我费了 但是你要在这里找那些 韭菜 对我就 寻找韭菜能哥吗 能哥一点算一点 哇 我告诉你 我爸爸 嗯 花花上一次 直接把我气得不轻 嗯 因为你看 有些人呢 他们就比如说 想把这些 很烂的pet 嗯 卖很贵 嗯 他们花花就 就 花花他就 他不是之前 在游戏里面 借了我1.8 billion 嗯 也不是1.8 就是2 billion 他借了你的 他借了你2 billion 然后呢 因为我想让他发家支付人 他从零开始 然后一直到有很多很多码内 嗯 然后呢 但是 他直接 花我的1.8 billion 嗯 买了个这个 买了个啥 是 那是个啥 这就是一个 最普通 最烂的pet 哦 最 多 你花花拿着你的钱 被人割了韭菜了 对 割了很大的韭菜 因为你看 他们最少就能 他最便宜的话 他就能卖一杯一件 嗯 他们就喜欢卖这么多 那么就是最便宜的话 也能卖个 ten 所以这个定价是谁定的价 他们那个卖的人 对 他他定的贵 你爱买不买 嗯 然后你花花 就喜欢就非要买 就一把就买了 是吧 就很傻 这样的韭菜挺多的是吧 对 很多 因为他有些人 他们就觉得 哎 你看他们这么rich 他们怎么可能 会不想赶我这个菜 可能 好好好 他们觉得这些rich 感很傻 哈哈哈哈 然后一切有些人挺傻 就会花那种 因为他的钱 是你给他的 对 你红包给他的 所以他不心疼 对 他就拿着你的钱 就劈里啪啦花掉了 是吧 对 就花在这些 很烂很烂的pets上面 哦 他把这些pets 这都算贵的了 嗯 反正他就花1.8分里 买一个 连100分里都不需要了 嗯 你是怎么 怎么发现这个商机的 在这里面 谁跟你讲的 我 It's very easy 嗯 我大概一年前 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了 然后我就一直一直摸索 我一直一直摸索 我就发现 嗯 这些pets呢 有一些 他们就很值钱 但有一些 一点 跟个垃圾似的 嗯 就有的是土狗 对 有的是 就是钻石 宝藏 对 嗯 但是你能 把你的土狗 可以 跟别人换一些宝藏 嗯 这个1.8 而它可以卖到1.6 啊 可以买 这个 这个 其实挺值钱的 但我现在没钱 啊 ok 这就是一个这就是超级市场 这就是那个交易所是一样 是吧 你在逛一个一个的逛 是吧 然后呢 我现在要找一个就比如说很rich的server 我就挑一个hugepad进就好了 因为有hugepad的server 一般都是很有钱的那种的 嗯 他们的钱从哪来的 他们的钱就是充值来的 对 有一些是充值 但是有一些就是自己发家支付 割韭菜 怎么发家支付的 跟你一样 对 反正那就是可以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玩 啊 玩的早 对 玩的很早 所以他那东西都涨价了 对 都涨了很多 但是他也可能就是便宜卖给你 你是一个短线操作还是长期投资的 就是好的是会留下来吗 嗯 就是好的你会留一段时间 涨了价再卖吗 对 比方说有哪个是你以前买的 现在涨了的 如果说我以前买了的话 现在涨了的话 那个那个是 还是你就是做短线的 就是买完了以后过一会儿就卖掉了 差不多吧 哈哈哈哈 反正我之前花了我之前所有的积蓄买了个 huge pet啊 但是呢 那个 huge pet 我觉得哎 我已经有一个第一个 huge了 那我就不需要再买别的了啊 但是呢 我看到别的这个 huge 这可爱做酷做6 我觉得哎 我稍微不香了 我赶紧把它卖了 而且我还多卖了一点钱钱 但是呢 现在呢 现在呢 它从之前的这个60便利 嗯 才过了大概几周后 直接撑了一下 变成90便利了 哦 60变成90了 对 这个价格是谁订的 就市场订的 你们这些玩儿的人 玩家订的 你玩家啊 可以 你能不能把这里边的挣的钱变成真实的钱呢 怎么卖成真实的钱 就比如说 变成美金 eBay 如果 你看eBay 你可以在上面卖东西嘛 哦 就是 呃 但是你要花这些钱买的费 反正呢 就是有些人 他们就是在这些游戏里面很rich 但是他们又不想play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注册就比如说一个eBay账号 然后他们就会把一些东西 挂在eBay上 对就比如说假如 他们不玩了这游戏 而且他们又在这个游戏上面 有这么多huge pets 他们又没事干 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卖 套现走人 那就在eBay上面就卖掉了 他们买的eBay是允许他们买卖吗 我确定 但是我只知道有些人 他们就会把东西挂在eBay上面 就比如说 如果你买了这个 我在游戏里面给你 就是这些挣了多钱 在eBay上交易的时候 买过来以后 你是用钱来买别人的装备 是吧 那个装备就是他的huge pet 是吧 他卖的价格 卖的价格要比官方卖的便宜是吧 对 或者是说他卖东西比较稀缺 就比如说假如 你在游戏里面 屁点钱都没有 而你又不想花robots 但是你在现实里面又很有钱 你呢 就可以直接 一步到位 直接买 对 对 现在你是愿意花时间 在这里折腾 有的人就直接就不愿意花时间 一步就想买到位 对 然后呢 有些人呢 他们就是想 哎 你看这个 这么多钱 这么多billion 而且才花几十块钱 太werefit了 他们就直接下单 然后呢 他们一下单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可以直接 哎 反正就是 他们应该就是直接 oh my god 你看 别说脏话 然后 你现在 我就怕就问你 你从开始玩到现在 你总共资产增值了多少 你原来是多少 现在多少 我原来第一次玩的时候 然后呢 我一直一直挣 一直一直挣 然后呢 挣了一年 嗯 创到了100 billion 100个billion 你知道100 billion是 我把东西都卖了 然后我们赚了100 billion 100个billion 就是1000亿啊 对 一个billion 10亿美金啊 100个billion 1000亿美金啊 你已经是1000亿美金 大佬了 对 游戏 那这里面的 谁是韭菜啊 谁亏了钱了 你们是挣钱的 有人是 哪些人是亏钱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差点要骂脏话了 嗯 你看这个 反正这个 orca 嗯 他卖1 billion 而且他是个exclusive orca 什么意思 你看 一个orca 你随便找个人卖 都能卖 你看 就一毛一样的东西 他卖1 billion 而他最少一点 都能卖1.35 billion 然后他不懂行情 对 他直接 啊 我又没看见 你没买到 对 就很亏 哦 没买到这个 没抢到 他有时候会突然冒出来个 特别便宜的 是吧 对 然后有些人就赶紧 哇 但是 我呢 几乎都是在最前面 你就在 你就在这个市场里逛 那 那别人在玩这个游戏 在干嘛 都不是在逛市场吧 别人玩这个游戏 就比如说 抽钱 买那 我有 我有钱 我就是喜欢玩 啊 要么就是 哎 你看这些语字 太酷了 我要赶紧抽奖 抽到他 花钱 花钱 然后呢 那你的乐趣在哪 你的乐趣是不花钱 对 然后呢 我不花钱 我就想要抽到 这 好东西 哦 但是你也确实没花钱 没花多少钱 没花多少钱 在买pets上 哦 没花真钱 在买这些pets 哦 你的你的钱 都是这么导手来赚的是吧 在这里边 大爸就问你的问题 能不能把这里面赚的钱 变成 现实中在eBay上套现 变成钱 哦 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呢 就是在eBay上面挂一个 就比如说 对 你能 你会不会挂 我帮你 就设这个eBay账号 到时候你就收钱吧 卖掉它 你如果呢 你看 就是这样 你要首先 先跟买家 就是卖家吧 嗯 说一下 就比如说 哎 我要买你的东西 然后告诉你 我的roblox账号 然后呢 你直接把那些钱 send给我 要么就是我家 你roblox 你的friend 嗯 然后呢 他们有一些哦 是scammer 骗钱的 然后假如 你看我有这么多games 我一定会给你的 然后呢 但是 没有交易所 是吧 场外没有交易所 所以有人会把 先把这个装备收过来 但是不给你打钱 对 你就那就是scammer 是吧 骗钱的 就骗你的装备的 嗯 但你怎么去 你有没有这样的平台啊 做担保的 哦 不确定 有没有这样的交易场所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交易所呀 专门交易这种 类似于NFT的东西嘛 这是 这就是装备嘛 你可以卖 你来做担保嘛 就是把他的钱先收过来 把装备转过去以后 我再把钱放过去 你来做 就是中间商嘛 嗯 我想想 嗯 这有市场吗 这 防止被骗 有一些 有一些 但主要你的交易 你 你现在所有玩的这个东西 都没有变成现实生活中的钱 就是你买衣服呀 去shopping的钱 你不会 考虑变现吗 如果呢 我想要把他们变成真钱 真的real money 嗯 我呢 就比如说 我直接拿出我自己的 就是随便的一个billion 就是一些billion 嗯 10billion吧 嗯 我直接挂在eBay上面卖 然后我说我要卖10billion 嗯 然后我直接给它挂上去 然后 出个价 换了 然后就会 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很喜欢这个游戏 但是他们 就是 不想花 就 充值 对 他们在这 在eBay上买 比在这个 roblog官方买 要便宜是吧 一些 便宜一些 对 OK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 哎 这个真值 然后呢 他们就直接买了 哎 有些人 他们就会这样 嗯 然后呢 但是呢 嗯 他们买了以后 嗯 买了以后呢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 跟你首先聊好了以后 然后呢 就是 直接赛给你 嗯 我只是 为了一个的 因为就是 他们不骗人嘛 嗯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喜欢骗人 比如说 哎 你看我把这个 一百便利益挂上去买 然后我卖这个 二十 然后有些人买了以后 他们就直接跑路了 拿着钱直接走 就把一百便账号注销了 哦 没骗了 哦 这样的 嗯 不要太想 这个一百 哦 明白了 这个 这个交易 没有 没有特别好的交易所 对 你再找找 如果有人 没有 如果没人做 你找几个工程师 做一个 如果有人做 你就在别人上面玩 对吧 你就是来 我这个交易所 来 我们 我帮你交易 买到更便宜的装备 是吧 嗯 对啊 你就 你就研究 怎么在这里 变成real money 是吧 你这里面 还不是真钱 不多 嗯 这里面要变成真钱 才有意义啊 你看爸爸玩 那个 比特币啊 以太 以太坊啊 那个能变成真钱啊 real money 对啊 我这个差不多 只不过 我这个卖的是pet 你这个卖的是 币 对 你可以把这个币也卖掉 也可以卖装备 也可以卖币嘛 是吧 你这个积分的币 能给别人转吗 这个可以啊 你转的以后 也能卖掉吗 在哪卖 你给你老三 是怎么转过去的 你看这不是有一个trade吗 嗯 他如果和我在一个server里面 嗯 我就写他的名字 嗯 可是他不在online 反正我就可以直接把jams放里面 嗯 然后呢 他直接同意 我也同意 然后呢 就给他了 就给他了 那他线下可以给你钱来买你的这个份啊 所以你们你只要发展那些新手来玩 然后让他满意的分就行了 嗯 是吧 但是通过线下OTC的方式交易 就行了 比方说你这么多份价值多少钱啊 如果充值的话要花多少钱 你看 嗯 所以80robots 嗯 要花一块钱 嗯 一块钱等于80robots OK 然后呢 你看这些jams 就花这么多钱 多少 4500 才能50billion 才能买到50billion 45 那4500美金吗 不是 所以 就是robots 然后一块钱 啊 换80robots 啊 你现在等于90 90个billion 你有等于大概 嗯 大概就是9000 啊 就是8000吧 你有8000个那个robots 8000个robots 多少 一美金的能换多少 一美金能换80 一美金能换80 嗯 你有8000 等于100美金呢 嗯 但我可以直接换在一本上面 可以卖 95 嗯 也就是这些分你卖掉能卖95 95美金 嗯 是吗 卖出去 能啊 你便宜点卖不就卖得了吗 对呀 但是人家是不是多是个小 但是你打到的分是可以换钱的是吧 可以 除非我也能够吧 嗯 明白了 你这些冲 你当年充值充了多少钱 我当年充值 啊 想当年呢 我觉得 哎妈呀 你看这么便宜 才能换400年年呢 因为当时的400年年 其实挺多的了 OK 所以那些 刚开始那些 你充了几块钱是吧 对 我充了大概 五块钱 在这个 OK 然后 你现在变成95了 五块钱变成95了 那你就赚了呀 是吧 嗯 是吧 五块变成95了 我在这个游戏上呢 不止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多少 我花了有一些了 就我之前呢 嗯 觉得哎 这些挺wifed的 这些也是100 几百 200 那你到底现在是赚了 还是赔了 如果我能把这些卖成真钱的话 我应该能转 如果我能把我的东西全卖出去 哦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 很多东西还没套现 你应该把你的本金先抽出来啊 嗯 你当年筹了的资 总共算一算 你投了多少钱 先把那个 你的那几十块钱先拿出来 剩下的 你就慢慢的滚 越滚越大 滚到一定 一定阶段 再套现一些车 你始终要套现 要不你在玩 又这么那个挣钱 你爸爸不把 不把这个币套现 你有啥意义 对吧 你套现出来 哪怕去买了别的东西 你也觉得 花了值啊 嗯 对吧 就像我爸爸 爸爸这平时 炒币的那些人也是 好多人只会买 不会卖 嗯 对吧 你到了高点就要卖掉 嗯 爸爸 现在有人 嗯 现在我这个server上面有人 他们就是在把 huge pet 能价值 最少有点价值 60billion的 huge pet 挂在那个 auction上面 然后那些没钱的人 还有有钱的人 就是有钱的人 也不是太怎么喜欢啊 就是挂那些价格 就auction就拍卖的意思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现在就是在拍卖这么点钱 你能买到 啊 能拍卖下来的话 ok 那你你也参与不过拍卖吗 我参与过很多便宜的 如果我之前没钱的话 但是如果我有很多很多钱的话 我觉得拍卖很贵的 啊 别着急 有钱就会当冤冤大头 但是钱少的时候 你反而会在拍卖上解漏 对啊 嗯 你看到这个吗 嗯 这个我是花18billion买的 嗯 那些不懂行情的人 还以为这个 他就是18 但是呢 他其实能卖更多 就比如说假如你以为他是18 嗯 你以为你18卖的很值了 但是呢 他其实能卖22 ok 那你挂出22是指卖卖 反正我之前挂个22 就是大概没过一个小时 就有半个小时 就有时候买了 对 哇 那不就赚了吗 你就是这么一直这个低价进货 低买高卖是吧 对啊 嗯 嗯 反正就很赚 嗯 明白了 简单的原理就是低买高卖 嗯 啊 找到价值挖地 嗯 这些就是和他一样傻的人 刚刚有人 哈哈哈哈 讲讲 怎么傻 就是这些 他们就卖超级贵 啊 你刚刚看到那些别的的吗 一毛一样的 嗯 他卖几million 嗯 然后呢 这些人就卖几billion 那就是不会 肯定没人买呗 反正刚刚有人就买了 当运大头去了 哦 有的韭菜不懂 真的就去接盘了 对 因为这些 所以你也可以挂一些这样子的特别贵的价格去 让韭菜买啊 没人买啊 你不是你想妈花花不就买了吗 她花那种运大头其实挺少的 花是少数之一 这种韭菜也是被割了吗 所以说你挂出去万一成交了呢 那我就赶紧跑路啊 不用跑路 他买了是他 他愿意啊 就像你花花拿着你的钱去 疯狂的课金 是吧 你看这个 甜意思 这个和这个 差不多是一样的东西 而他就卖几million 哦 哦 看来你天天在玩 还不只是玩 你在研究做生意 是吧 对 我研究怎么发家致富 以后直接买比特币之类的 然后我这个游戏就会散了 你玩了比特币 玩这个就没意思了 但比比特币比这个更好玩 比方说你炒NFT啊 那些小图片 对不对 那就是真金白银去炒 这个挣了钱 挣不了太多钱 我管他呢 我觉得喜欢玩 嗯 把我回头给你介绍几个人 专门玩这个的 赚了好几百倍的 你跟着他玩玩小图片也能赚钱 小图片 小图片我们叫NFT嘛 哦 嗯 估计你们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 小学生玩这个的还真不多 玩游戏的多 玩NFT的不多 啊 对吧 哦 回头给你 好像我那个 NFT的好几个公司要把那个 也是开发这个东西 他们 是吗 嗯 那他们能给我玩车连接吗 嗯 你有吧 有很多地 你可以在地上开发 GameFi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做你自己的市场 让他们来这个 你这个市场上去交易 可以 我们还有一个中心岛的地 你可以在那个地上 开个商场 然后让大家来玩游戏的人 都在你这里去交易 他们手上的这种 彼岸这种规则 是吧 你把这个规则弄明白了 到时候 其实 可以自己做游戏 嗯 可以啊 但是呢 嗯 有点难 没事 中国 中国有的是人开发这个 就是你会玩 这很重要 同时要知道 这个玩的规则是什么 怎么让更多人 上影 在上面 花时间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直也想 开发这个游戏 但是呢 我这个是平板 那我 它需要computer 啊 它需要robot studio robot studio 就可以 可以做游戏了 但是没有啊 然后 你说你要买个电脑 是干这个是吧 你要做那个studio 对 开发你的游戏 哎 你看就 人家都买了 怎么了 他把我这个买了 什么 22卖了 对 哈哈哈哈 你看我这个还没卖出去呢 但是 他已经回本了 我还多做了 我玩别的眼 哈哈 哎 而且挣钱了 儿子 啊 就是也 还是有人不懂行情的 是吧 对 你就这么倒蹭 就卖掉了 嗯 就挂高价 是反正有人买的 对 反正 他们就觉得 哎 这么便宜 反正我有这么多钱 我觉得这个好看 我就买 嘿嘿 嗯 明白了 但是有 更多的人 他们就觉得 哎 这个不 wfet了 因为我现在又把这 就是小林园 爸爸 哦 反正 就是 你就把价格 炒上去 卖掉就完了 对 对吧 爸爸 爸爸 哎 或者你可以直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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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妈妈 快看二姐怎么玩呢 拿着二姐再挣了好多钱了 今天 妈妈 现在已经挣多少了 妈妈 现在我已经挣 妈妈 哎 妈妈 嗯 妈妈在出房 出房找妈妈去 妈妈 出房 嗯 出房 爸爸 就是记录你 记录一下你二姐这个 挣钱的过程 嗯 你看到这个了吗 嗯 他最少 能卖4.47 Billion 嗯 而他最多能卖5.47 Billion 哦 所以呢 如果呢 我能把它卖 Auction下来 那我就赚了 因为我可以直接 在这些上面卖出去 明白了 对 假如我直接放个 我哪怕少卖 一丢丢 嗯 也行 因为呢 至少 呃 能卖出去 就是拍卖是吧 这个拍卖 这个就是 除了你在买 还有别人也在拍 拍太贵了 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对 太贵 就 你们一次一次 在交价 叫太贵了 没有 对 就比如说 有些人呢 他们直接找到一个 拍卖 就给他买下来了 哦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 这个好东西挂上去拍卖啊 是吧 有些人呢 会流拍吗 就是没人要 就就就流拍了 或者没到你心理价位 你已经点到多少了 五个billion了 那个 这些有些人呢 他们已经拍到 太贵了 就没意义了 不要抢 不要当韭菜 别激动 如果买了这个的话 你最多 你只能赚个 五点 零点四七个billion 是吧 不用 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不用往高了 不要 有可能他自己在 自己在刷单 知道吧 congress 才卖掉了 是吧 五个billion 就是说他也可能 左手倒右手 两个帐号 互相刷 把他价格弄高 就像老三跟你 你们两个在互相买 把那个手上东西都卖贵 万一有人接盘了 就卖给他 本来只两个billion 你们炒到五个billion 然后有人这个时候 觉得这个东西还能涨 然后六个billion接盘了 然后你们说 好 卖给你了 然后左右手 就是你跟你跟花花 两个人倒 两个账号倒倒 也可以 但是呢 除非你要把这个卖得很worky 而且呢 还刚好在你的预算之内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觉得 你看他这么激烈的在bet 就测个热闹 对 但是也不知道 但是激烈的过程 其实就是你们两个账号来回买 然后他们就比如说 假如我们看到有一些 有一个电脑 没事 没事 爸爸给你把那电脑弄一台过来 让你可以做游戏 studio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当那个 游戏老板 游戏老板了 别人就给你花钱了 对 是吧 你现在会设计吗 很简单吗 挺简单 挺简单的 但是你要想出什么游戏 有人买了 啥 这个我多卖了50 million 又赚钱了 你看我当时呢 我所有的资本加起来才19 因为呢 我当时看到一个那个egg 超Wolf的egg 现在24了 对 我这么短时间 就赚这么多 你比爸爸强 爸爸还挣不了这么多呢 你是做短线高手啊 看来啊 你二姐又赢钱了 我在这里能卖80 这里如果我能卖出去 一直我都超赚 这不同的市场价格不一样 是吧 客户群体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客户 有些server 这些客户都好有钱 你就配搬很多很多 money 嗯 有些server的 他不就会 哎呀 明白 我就找那些poor server 然后先买 然后呢 再找那些rich server 就卖 哦 搬砖套利嘛 这个就是 你在便宜的这个交易所买 再到贵的交易所去卖 赚差价 啊 你是这么挣钱的原来 嗯 然后呢 我一堆东西 加起来 我那些东西 跟那个这个人换 我那些东西才50 嗯 然后呢 我这个 他80 我都赚了30 少了一堆水 嗯 不需要你这白程 除非有人买下他 我就赚了很多很多了 哦 你是这么玩的 哎呀 啊 就在一个一个的像灌农贸市场一样的逛 对 对 看看 我看看这些人他们有多少钱 你看这些是diamond 这些是他们的huge 嗯 比如说假如他们有很多很多exclusive 他们就能凑到这么多 但是如果他们有很多很多的huge 他们也能凑到这么多 这有一件 叫trillion 嗯 trillion 已经有人有trillion了 trillion 哦 那你啥时候打到trillion的时候告诉我一事 反正呢 你看他们现在有挺多diamond的 你看 哦 这些就是他们的diamond 他是因为玩的早吗 嗯 他们有可能 他们也可能是玩的早 但也有可能 他们就充钱 我很rich 我在现实里面也很rich 充钱买 花钱 嗯 他们觉得 哎 反正就是一点小钱了 谁可以 然后 要么就是现实中 有些人他们觉得 哎 我都弄钱了 我一定要卖出去 对 好 你就坚持 不用充值的情况下 啥时候玩到一个trillion了 你告诉我一事啊 但我应该要花一年 没事 你可以开自己diamond 是吧 我把我把我把 没 下午就给你弄一台电脑 台式机windows的是吧 嗯 啊 有鼠标那种 对 啊 行 没问题 就是 我需要那种电脑 是因为呢 呃 那个就是 比如说 Roblox Studio 或者就是一个 一个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文件吧 差不多 嗯 I don't care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开你的自己的房间 对 然后呢 我自己把它那个 我自己的房间做一个 嗯 我也可以做东西来卖 就是我可以直接在里面 做一点 就是好看的东西 然后呢 就比如说头发 那些头饰 你看到这些的吗 啊 啊 就是有一些 Avatar的东西 是免费的 啊 有一些 Avatar里面的东西 就是呃 反正会 明白了 嗯 我知道了 爸爸回头介绍几个工具给你 什么TedGDPC在上面 画画的那个东西 你都让AI给你画就行了 画完了也在上面再卖 是吧 嗯 可以 反正你玩到一个training了 你告诉我 啊 证明自己一下 啊 可以可以 多研究 看看别人怎么赚钱 像YouTuber上多学学一些 嗯 行了 可以 我发现你这个 还是 很有技术 难度的 嗯 怪不得你会做生意 原来是他们这学的 会会会会